GSC 我們不能在馬西亞GSC 看著不理,我們要拿出去 是拿去釣的 如果和我一樣喜歡看電影的人 你一生一定要有金馬影展觀影之旅 我認為自己是井底之蛙 我一直以為金馬影展只有那天的金馬獎頒獎 但去年黑貓走什麼狗屍運 就有幸進入了金馬學院成為他的學院 我才知道原來金馬影展是為期一個月長 這一個月就會搜羅來自世界各地很多很棒的影片 以及所有入圍名單的影片會播放 所以這次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的金馬影展觀影之旅的心得 如果你以為你來到這裡才買票 那你就糟糕了 因為金馬影展的票是非常困難的 一開票就會搶到亂 就像我這次那樣 打算一開票就捕著電腦 打算一定可以買到鳳梢根的方法 結果因為網速不夠快 不到半小時就已經全圓換了 沒錯,金馬影展的戲 差不多步步都會全圓換了 連大一排都有人坐 所以如果你想買到靚飛 就一定要做些功課 首先當金馬影展的網站 公開講什麼時候會預售票的時候 你在裡面就可以看到長次表 在長次表裡面會有影片介紹 打星星還有影人出席 好像去年我就很幸運買到 耳東星的三少爺的劍 雖然那把劍我不是很懂得欣賞 不過可以在現場看到耳東星的現場分享 我都覺得是值回票的 當你看到長次表之後 你就可以記錄下自己想看的戲 然後就可以等它預售那天立即去搶票 而且預售的票還會便宜一點 成功扣票之後就可以記錄下巴克 去到現場拿票就可以了 沒錯,這裡就是西門町的金馬影展寶吉站 這裡有多大的金馬獎 這裡可以換取禮品和拿票 好,立即去換票 好,那你在網上購票之後 你就登入你的網站 然後就可以在那個 你購票的名式單上 就會有那些Barcode 你就拿這個Barcode 就對準這架機 這裡就有掃描QR Code 你就按它 對了,按它 就把Barcode對準這架機 好,接著就確認印票 就印出來了 就印出來了 你看多多 這個不是印多,全部都是我們去看的 所以你其實拿到戲票之後 你可以確認你的戲票有沒有印出來了 可以在那個網站檢查到 它如果印出來了 就會寫取票完成 如果還未印出來了 它的Barcode還會在那裡 所以真的可以確認你的票可以拿完了 好,來看看戲票 在戲票裡頭 其實就會有標明 因為這裡會在幾間影院播放影片 所以它會標明在哪一間影院 而且還會標明時間 那浦馬當然會有 而且最棒的是 這幾間播放今晚影展的影片 都在西門町的同一辣街 所以絕對不會擋失路 就是非常棒 好,廢話樹哥 立刻去看戲 Let's go 看電影 看電影 現在在法國 人們看完電影的電影才離開 很尊重電影的感覺 很尊重電影的感覺 我手拿著很多垃圾 我們不可以像馬來西亞的GSC 我們要拿出來 是拿去扔的 沒錯 我手上這張就是金馬像投票單 如果你覺得剛才的電影好看 你就可以選擇你的星星 給電影的評語 然後你可以投你的票 然後你就可以抽中你的 你會有禮品 所以我覺得剛才的電影很棒 五分 撕不到 走 謝謝你 小心車啊 小心車 小心車 小心車